美国男篮在2019年世界杯丢失金牌 自2006年以来的国际大赛58连胜被终结 同时收获史上最差成绩第7名 众多NBA超剧们怎能接受这样的成绩 纷纷请战是要在东京奥运会上一雪前耻 只要争招我二话不说我肯定去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 本来同意出征的超剧们又纷纷挽约邀约 他们的退出使得本届梦直队的实力档次和话题度都大幅降低 由于时间紧凑 本次奥运会的征召工作相当艰难 奥运会整体来说是要比世界杯更吸引超剧的 为了组建一支全民心梦直队 步步为奇广发英雄铁 他邀请了所有NBA球队攻击57名球员视讯 此前在胡人出局后 詹姆斯和农梅就已经宣布不会出站奥运会 随后保罗也挽拒了邀请 这几位都不参赛 那么大牌就只剩下篮网三巨头 以及快船双子星了 快船这边 小卡因为遭遇十字刃带扭伤 因此他肯定不会参加 而保罗乔治还在打西决 他担心进入决赛拿个冠军再去打奥运会 几乎没有时间休息调整 事实证明他想多了 来往方面当时哈登还说 既然杜兰特参加那我也参加 杜兰特参加的奥运会 美国南兰还没有赎过 抱个大腿吗哥 不过转眼他就来个后车步 说因为腿还有伤需要回复 我就不去了 才两天的时间啊 哈登就反悔了 来往的欧文因为要养伤 想去也去不了 库里之前还没有参加过奥运会 所以按理说他是非常有意愿的 之前他两次征战世界杯都拿到了金牌 经历了漫长的赛季 身上多少还是有些伤病 如果克莱能够伤愈回归 那么当时还是想好好养伤 在一起冲击一次总冠军的 所以在慎重思考了几周之后 还是决定放弃 好了 经过一番极限拉扯之后 12人大名单终于出炉 在这份名单中 只有杜兰特 追猛格林和凯文乐福 参加过奥运会 其余9人皆为首次出战 后卫线上 太阳的布克 开拓者的利拉德 奇才的布拉德利比尔 熊禄的霍勒迪 和公牛的扎克拉文 布拉德利在热身赛后 由于新冠城阳性 无缘奥运 后游波波维奇的马斯挥甲猛将 凯尔登约翰逊踢补 这支后卫线的进攻绝对不用担心 但偏偏缺少基德和保罗 这样善于组织的指挥官 封线位置 杜兰特 塔图姆 米德尔顿和杰拉米格兰特 封线没什么好说的 杜兰特依然是球队大腿 但是由于内线是真没人 KD还经常顶到5号位 布克要去打前锋 没办法 美国本土本来就内线衰败 农眉还没来 确实没有优势 看看内线是谁 追梦格林 阿德巴约 凯文勒福 后来勒福进入训练营后 因为小腿伤势 影响了他的状态 他本人表示 无法达到巅峰的竞技状态 所以不具备 征战奥运会的水准 非常遗憾 顶替他的是贾维尔麦基 总的来说 这支美国队合练时间短 征战NBA总决赛的布克 米德尔顿和霍勒迪 没法和队伍合练 结果未免冠军 热身赛就遭遇了两连败 多数时间 美国队都是依靠 个人能力完成进攻 很少能看到 打出完美的团队配合 此时这支梦之队 已经不被全世界看好 热身赛结束后 伯伯维奇带着9位球员 赶赴东京 一直到正式比赛 开打前的凌晨1点 布克三人 才与球队会合 主帅伯伯维奇 亲自结局 攻赢布克三人 哎 伯伯老爷子实在是 我太难了 奥运会小组赛 美国和法国 捷克 伊朗分在一组 但万万没有想到 亮相东京奥运会的 第一场比赛 美国南篮就输了 在对阵拥有 戈贝尔加巴图姆 等NBA球员的法国队 由于布克 接着马上登场比赛 教练团队都没办法 给他们布置太多的战术 布克不在状态 利拉德表现一般 杜兰特也饱受犯规困扰 密德尔顿直接被波波威西无视 整场比赛 美国队三分命中率 仅有31% 霍勒迪耶拿到 美国队最高的18分 阿德巴约12分10篮板 杜兰特12投4中 仅得到10分 利拉德10投3中11分 再看断法国队 当时在凯尔特人 效力的弗里耶 迎来大爆发 他拿下了全场最高的28分 速群一针见鞋 美国队输球的原因 猛之队没有组织后卫 组织进攻全靠格林 杜兰特 塔通姆和利拉德 而这几个人的组织 始终只能凑合 没有战术型高大中锋 内线威力大紧 攻不行 防不住 仅凭一个阿德巴约 在内线根本不行 利拉德和杜兰特发挥不佳 欧运规则毕竟不同于NBA 还得适应 没错 适应了一场之后 美国队小组赛 轻松战胜另外两个对手 四分之一决赛 美国南篮面对老对手西班牙 大加索尔领先的这批黄金一带 已经逐渐老去 他们也出现了 亲黄不接的局面 光靠精通卢比奥的神仙发挥 还是拿不到胜利 美国队在第二节 一度落后11分的情况下 第三节 杜兰特连续标中3G3分 最终95比81 击败西班牙 挺挺半决赛 杜兰特轰下29分 四助攻 两抢断 带领美国完成逆转 41岁的大加索尔 打完了自己的最后一场奥运会 他一投零中 没有得分 达到三个篮板 当比赛快结束的时候 转播镜头 给到了保罗加索尔 他花白的胡子 神情落寞 他辉煌过 也遗憾过 此一过后 加索尔正式退出西班牙国家队 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 美国其他球员 上半场突不进也投不进 一度落后两位数 只能依靠杜兰特的大腿 一路追分 第三节杜兰特进攻防守一把抓 又当跌来又当妈 打出了32比10的攻击波 比分终于拉开 没有了悬念 97比78 大胜澳大利亚杀进决赛 决赛 法国这边凭借巴图姆 最后的死亡封盖 成功在最后时刻 决杀斯罗文尼亚 又和美国成功会师 法国队拼尽全力 发挥也足够优秀 他们才是打出了 团队篮球的一方 而美国队这边 波布维奇 早已不再沉迷于团队篮球 因为他又非把第一大杀器 杜兰特 所以还要什么战术 只需把球交给KD处理就行了 决赛中 阿德巴约战装内线 实力尚可 传统中锋迈基 不堪重任 整场比赛都没有上场 杜兰特火力全开 虽然外线手感一般 但是两分球神准 用一个个的单打就能杀死比赛 29分6篮板 从第二场适应比赛开始 场场大合 局局主C 5亿例外 美国队87比82 5分优势击败法国 获得金牌 球员所有比赛数据如下 大家可以暂停观看 这枚金牌 也让霍勒迪和米德尔顿 加入乔丹 皮鹏 詹姆斯和欧文的行列 成为在同年赢得 NBA冠军和奥运会金牌的球员 塔图姆作为杜兰特的进步出战 金牌也让他成为自拉里伯德之后 首位得到奥运金牌的凯尔特人球员 球队大腿杜兰特和卡梅罗安东尼 一起成为三届奥运会金牌得主 同时他也超越了卡梅罗安东尼 三届奥运会总得分 来到413分 成为美国南篮奥运会历史得分王 KD不仅是NBA的打杀技 还是国际赛场的大结局 进攻端看KD 那么防守端就看加日格 不愧是最佳防守一阵球员 决赛中把法国后卫弗尼耶 德克洛和4号的那个谁 放得怀疑人生 雄鹿能够夺得总冠军 他功不可没 数据是不能体现他的价值的 塔图姆是杜兰特之外 进攻端最可靠的得分手 赌贯的重要功臣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在谈到美国队今后的领袖时 杜兰特认为塔图姆会是这一人选 如果按照他在第一次 参加高级别国际赛时的表现而言 这一评价很有可能成真 从被媒体看低到用实力打脸 美国男篮仅用了14天时间 这个冠军也是实之名归 但不得不说 美国篮球与世界篮球的差距 已经越来越小 美国男篮历来都是凭天赋的 因为配合的默契需要长期培养 临时组队打不了太复杂的战术 但随着NBA国际化 国际球员走上NBA舞台 逐渐形成一股 可以和美国男篮对抗的中间力量 随后的2023年男篮世界杯 美国男篮在科尔的带领下 打起了五小阵容 最终仅获得第四名 关于本次赛事分析 可以看我的这期视频 至于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 美国男篮会派出怎样的阵容 杜兰特 库里 哈登 欧文 塔都姆等众多将士 能否为荣誉一战 还是婉拒邀约 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感谢能够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也感谢您的点赞 收藏 投逼 如果您喜欢篮球故事的话 也请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